知名主持人加兰尼克森金曝 从白宫获得内线消息 传言美方有毁灭台湾计划 惊动台湾上下 台湾外交部第一时间火大否认 甚至怀疑这媒体人跟俄罗斯有关 而美国AIT也发出声明 却只强调美台关系坚弱磐石 自自为否认灭台传闻 到目前为止 美国政府上上下下 都没有人否认拜登曾经讲过 有毁台计划这个事情 那只有台湾的外交部 在帮美国政府否认 原来我们台湾外交部 是美国白宫发言人 附设办公室 之前美国的智库说 就是要炸掉台积电 那难道这个美国的智库 也是俄罗斯人派来的吗 然后还在那边急着 欺骗自己老百姓说 你们不要担心 美国人绝对不会对我们做这种事情 加兰尼克森在发文指出 台湾夹在中美两大和超级大国之间 恐怕变成原爆点 但大陆近期评释出不攻台的消息 台湾若要被毁灭 威胁到底从哪来 美国现在挖了一个坑 那等台湾人自己去跳 基本上想要修理大陆 可是他自己不敢修理 因为大陆有核子弹 所以他就找个不怕死的 搞不清楚状况 就是现在蔡英文这批人 真的台湾真的打起来 我们会怀疑他会不会在台湾 众去当炮灰的不是他们 这可能就是你们年轻人 美国坚弱磐石声声喊 但从过去历史 美国也曾对乌克兰 越南 甚至阿富汗讲过坚弱磐石 却在过去战场纷纷撤军 台湾的坚弱磐石在哪里 吴昭燮顾力雄高调防美 美方还特意让台湾媒体 拍到两人进入华府镜头 专家说其实这是美方 故意挑衅大陆 这就设计 让你们看吴昭燮笑得多高兴 他觉得美国人对他好得不得了 不要忘记吴昭燮儿子不在台湾 打仗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把他儿子叫回来 蔡英文只保护美国的利益 那是不是谣言的话 要美国白宫政府出来证实 台湾对我们来讲是唯一的家乡 所以任何一个风吹草动 我们都要提高警觉 而不是刻意的视而不见 引起了澳洲铜鸟的角色 有朝一日若真有战争 部分党派和省级都躲不过炮火袭击 美国是否真的想借刀杀人 毁灭台湾 台湾人只想知道真相 过好性命 记者张又驰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把 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哦